有啊 有了哈 起码能分得出来胯跟膝盖的差别了吧 好 胯 胯的应用 胯的应用非常重要 公正还记得通手夺刀里面那个削胯的那招吗 比方讲 刀里面有一个用法 他那个刀搂胯 搂这边 这里回过刀 回过刀再搂 对对对 这一刀是不是 这个刀插进来了 刀在这个地方 怎么闪 你必须要用这个胯 这个胯一招 然后他用这个 你看 要用这个力量 所以你的胯会用 你的胯会用 因为你在这个地方 你用抬腿的 不是来不及 胯没有走 人家是削这个胯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当你的胯走的时候 当我胯一走 你看我整个身 整个身 整个身形走 所以你必须抬胯的力 你抬胯的力 这个力量 能把你的人拉 拉出去 只要胯有这个力量 像这样子的时候 因为他这个刀下来的时候 你还有印象吗 不是从那么远 那刀下来的时候 是他你那个刀往这边拼 我这个帮把它一拦 他手一转 手一转 就起来了 不是 是是好像我把你这样子下来 下来 下来 不是 我把你这个刀是这样子下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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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是 有没有 这样子 这只跨 所以你们在跨动的时候 我们无论是进 撤退 当我用胯一动的时候 我这个胯动的力量 必须要把我的人能够带 人 人能够带走 如果这样走的时候 你这个动作不能把你的人带走 听不懂 所以练习这个跨 我往边走 把我的人要带走 往这边走 要把我的人要带走 而不是这样子 这样子 你没动 你们去试试看